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 啪啪啪 啊啊啊啊 高能电影的影色 帅的吊渣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粉丝推荐的电影 根据短篇小说改变的电影 西英之彩 一个天降陨石 知识周围的一切开始变花花 进而腐烂的故事 影片开头 水门学家小黑来到一个小镇 为新建的水库做水质研究 碰巧结识了正在湖边摆镇起伏的中二少女 小红 这一层铺垫让我一度以为本天有什么巫术色彩 后来发现完全小毒 这就是小红的认设 起伏被打断后 小红就回家了 他生活在一个午后之家 这个家里有爸爸 老白 妈妈小玉 以及三个孩子 小红 小白和大逼格 某晚一下子如常准备睡了 只见空中复然闪过一道紫光 紧接着陆地上的东西也受到了影响 大逼格最先察觉到了异常 他害怕的想去找妈妈 谁要这时 屋外突然照进一处耀眼的采光 大逼格正面中找 其他人连忙跑到院中查看 原来是一个冒着彩光的大石头 落到他们家院里 还散发着阵阵恶臭 大逼格也被瞎傻了 以一个劲儿说自己头疼 小玉认为应该赶紧带孩子去医院 可不断的老白就说 去医院有一个小时呢 把你没带孩子去 自日他叫来了市长跟警员 但大家都没讲明白这是个啥玩意儿 正好这时小黑问讯赶来 告诉众人 这应该是一块陨石 市长一听 商机啊 便准备叫点媒体来采访 好促进一下旅游业 之后小黑就采访了这的另一个住户 大明白 大明白跟老白一家不同 他是个黑乌 而且行为举止吧 有点奇怪 还没等小黑自爆家门 就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和来意 小黑从他这拿了点水的样本 准备回去眼睛 当晚 镇上突然下起了暴雨 陨石吸引了无数雷电 炫烂堵目 贼一劲好看 给小红的看打一轮 可奇怪的是 第二天 那颗陨石就莫名其妙的蒸发了 而不远处的水井旁竟长出了一朵艳丽的花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玩意儿根本不是一块石子或者一束光 据影片之外的资料显示 它叫星之彩 是一种出自克苏鲁神话的虚冠种族 这玩意儿会把培牙丢到有生命力的行星中 孵化出行为采光的幼虫 吸食这片地方的生命力 等吸取了足够的能量后 再离开这颗行星 而可怕的是他对这片地方的影响 受到星之彩吸食的地方 植物会蜂胀 动物会畸形 而人也会越来越不正常 可老白他们不知道啊 还呆在这这场吃喝辣撒 随后第一个发疯的是相遇 那天他们白天刚最后玩台湾 老白正看播出效果呢 那边相遇一边气着菜就不正常了 咔咔咔一直气 把手指头都气了里面 还气 被家人发现后 老白连忙把他送去了医院 第二个发疯的是大鼻哥 巴巴巴巴的走后 他就一直待在吹醒前 非说井里有个人在跟他说话 时间这时 那种艳丽的花长得更多了 大鼻哥凑到水井前 发现里面有个果冻中的东西 正在呼吸 可见这就是星之彩的幼虫 由于怕光 只能躲在毕阴处 随即 经地爬出一只畸形的螳螂 哗里虎哨还长了一堆眼睛 也就是说 星之彩的影响已经开始蔓延了 第三个出现异常的是小红 几天他接了个老白的电话 可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只听了一阵阵刺耳的噪音 然后这声音还听不下来了 不管干啥都能听着 随后他忍着恶心 去洗他妈昨天剁手的刀 只见一开水龙头 连水里也隐隐翻了才光 小红开始出现幻觉 感觉池里一满的血水 都给他干吐了 正好小黑那边查出水只有问题 别来警告小红 想别再喝这儿的水了 多杯点瓶装水吧 可是这会小红惊心恍惚的也没太往心里去 然后小黑又去找了大明卖 可大明卖似乎早就知道了水屋站的事 还给他听了一段地底下录音 说是外星人的对话 小黑接过来一听 里面呲啦呲啦的全是遭音 准备往心里去 零有钱 他见大明卖家的猫丢了 也去顺口客套说 会帮他找找看 谁料 大明卖却说 你可能已经看见他了 只是没认出来 老白和小红回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撞进了一只激情的怪猫 显然就是大明卖家的猫 二人被吓了以后 他还没察觉异常 此时家那边 大逼哥依然呆在水井旁 而他们家的圣柱已经开始失控 羊驼不会捐 狗也自己跑丢了 小白和小红都不断的听到怪声 二人意识到了不对 可这时 老白回来了 见羊驼没回院 劈头感染就给他俩一顿臭骂 把他俩信里话都骂憋回去了 最后老白进屋洗脏 一开水俩胳膊瞬间就起针子了 他口两下也没往水那儿洗咬 就继续洗 结果越洗越不对劲 老白低头一看 见地上飘着过果冻一样的东西 捡起来还丑了一眼 结果被那玩儿刺了一下 导致他的皮肤开始丑了 变得跟个老树皮似的 很快院子里的植物也开始疯涨 老白之前撞的柿子呼一下就少了 可是一池跟屎一样 被他气得摔摔瓦瓦呢 但是从老白这种过急的表现中也可以看出 星之彩已经影响了每个人的情绪 仿佛他们原有的负面特质都被放大了 老白越发暴躁无常 相遇不断抱怨生机 而小红则开始癫狂的做法 不希望自己身上脸上嗑字来求保护 而这时 小白和大逼格听到羊驼里动静不对便过去查看 谁头一开门 他就吓傻了 直接所有的羊驼都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丧尸 堆在一起 像个肉山一样朝四周嚎叫着 随即他们开始爆发出彩光 似乎要攻击兄弟俩 二人联盟逃跑 本来啊 大逼格跑得好好的 就是慢了点 谁料香玉突然冲过来 好像想保护小儿子吧 就抱着坐那儿了 卧槽 导致彩光直接瞄准二人一顿发射 吐吐吐吐 把香玉和大逼格给整合体了 变成了一个机型的连体怪物 卫光且虚弱 一家人心急如焚 可是打电话没信号 开车车也打不着火了 他们只好把二人抬到了闭光的阁楼里 听着他们痛苦的身影 老牌几乎崩溃了 他拿出猎枪 来到羊圈 把他金贵的羊驼全给崩了 随后老牌回到阁楼 一下下轮着香玉 那个家伙口口拉丝了 他本想帮二人解脱了 可最后还是没忍心下手 便又想办法把羊驼的尸体交给了真理的警长 闲思找人帮忙 这会儿小黑正跟市长沟通水库展的事儿呢 可市长为了业绩 还是执意要建水库 小黑很无奈 结果一出来 正好碰着警长 听说了老白家的状况 二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赶往老白家 这时 时间也出现了错乱 一转眼就天黑了 老白已经疯了 小白和小红没办法 准备骑马逃离 可没想到 原本温顺的小马一出马卷 看着四周发出采光的植物 瞬间失控 自己跑了 姐姐俩只好吐着离开 可这时 小白听着警里有他家狗子的声音 就飞又下救狗 你想救狗 我看你是想走 于是 小白就被行之台给送走了 小红怕他顶边哭好 可也无力回天 随即老白闻声赶来 一边说 你咋不听话呢 我到处找你们 一边把小红关进了香玉所在的阁楼 小红回头一看 只见香玉和大逼格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蜘蛛怪 张牙舞爪地朝他扑了过来 幸好这时 小黑和警长赶到 撞开了门 可他们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先军一发指使 老白果断连开两枪 干掉了蜘蛛怪 然后含着泪说 他们不是我家人 随后几人正要往处跑 只见井里突然射出一头彩光 老白精神恍惚地抬起了枪 小苗彩光 但却对准了小黑 警长连忙抬手一枪跟他打死了 最后一亲人一死 小红瞬间绝望了 他知道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却干脆也不走了 于是 警长和小黑就写了他去救大明妹吧 结果到那里一看 大明妹也已经死了 二人正想跑 身了诸位的树母变成了怪物 把警长也抓走了 随后 星之财开始吞噬最后的生命体 小红瞬间领了河帆 小黑疯狂逃命 星之财把死掉老白当成了傀儡 不停的追杀他 幸好小黑及时躲进了地下室 逃过一劫 星之财已经长成了 他离开了地球 随着他的离开 这片被他吸止过的土地 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就跟前面颜色用赌过了 后面没撒耳了似的 影片末尾是一段小黑的赌白 他表示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 他也不敢再和那片地方的水了 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 颜色太显艳的声音 十有八九都有毒 记得朋友关注我 上三 see you